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根据市场调查机构Gartner日前发出的初步统计数据, 2025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营收总额达7930亿美元,同比增长21%。 其中,人工智慧、AI相关半导体包括处理器、高频宽记忆体HBM及网络组件成为核心增长引擎, 贡献了近三分之一的销售额,且预计到2026年AI基础设施支出将突破1.3兆美元。 从厂商排名来看,在2025年全球十大半导体供应商排名中, 五家企业位次较2024年发生变化。 辉达以1257亿美元营收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较2024年增长63.9%, 市场份额达15.8%,领先第二名三星电子530亿美元, 并贡献了行业超35%的增长。 三星电子以725亿美元营收位列第二, 其记忆体业务营收同比增长13%,但非记忆体业务下降8%。 SK海力士凭借AI伺服器对HBM的强劲需求, 以606亿美元营收升至第三,同比增长37.2%。 英特尔市场份额从2021年的12%缩减至2025年的6%, 营收同比下降3.9%至479亿美元,排名第四。 美光科技以50.2%的增速营收415亿美元升至第五, 高通370亿美元增长12.3%, 博通343亿美元增长23.3%, 分列第六,七位。 AMD营收增长34.6%至325亿美元, 位列第八,苹果246亿美元增长19.9%, 联发科185亿美元增长15.9%, 分居第九,十名。 Gartner指出, 人工智慧基础设施的建设正在催生对人工智慧处理器, HBM和网络晶片的强劲需求。 2025年, HBM占DRAM市场的23%, 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 而人工智慧处理器的销售额超过2000亿美元。 预计到2029年, 人工智慧半导体将占半导体总销售额的50%以上。 随着AI浪潮席卷而来, 全球记忆体供应吃紧。 记忆体大厂美光表示, 晶圆厂扩建缓慢, 以及客户繁复的认证流程, 都让记忆体当前短缺局面, 不太可能在2028年前得到缓解。 美光行动与用户端业务部行销副总裁 在Moore Christopher Moore接手WCC Tech采访时表示, 新建晶圆厂, 完成客户认证, 以及满足AI客户严格的技术与良率标准, 都会大幅增加工厂在大量投产前的空窗期。 这也意味, 美光位于爱达河州, 最快预计2027年开始生产DRAM的晶圆厂, 其实仍需等待所有相关批准完成后才能实质投产。 若要实现产能大幅提升, 实际上被等到2028年才有可能。 至于该公司将在纽约州兴建的三座超级晶圆厂, 则分别预计在2030、2033及2045年启用, 形同原水救不了近火。 瓦尔也警告, 仅靠扩厂并不足以快速输解当前, 记忆体短缺。 最大瓶颈之一, 在于企业客户需要多种容量规格的模组。 举例来说, 若像苹果这样, 客户同时下单8G、 12G、 16G的产品, 工厂便必须频繁切换产线设定, 进一步降低生产效率。 此外, 在记忆体容量切换之外, 由于AI需求暴增, 切换不同世代DRAM的频率也比以往更高, 因为美光必须更频繁调整新设备与生产流程, 影响程度更大, 使产线生产情况更加雪上加霜。 因此, 磨尔表示, 他已将产线状况告知客户, 尽量让需求保持稳定, 以便产能也能维持稳定, 进而最大化整体生产量。 在公司发展策略上, 美光虽然将于二月停产自由品牌Crucial的消费级固态硬碟SSD与RAM产品线, 但强调, 仍会通过与OEM厂商合作的方式维持市占率, 并持续供应LPDDR5模组, Low Power DDR, 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记忆体, 给DEL、 华硕等PC大厂。 在维持与各大PC厂紧密合作的同时, 美光也积极布局AI产业所带来的爆炸性需求。 摩尔指出, 数据中心与企业市场快速成长, AI相关产品在记忆体总需求中的占比, 已由30%至35%, 攀升至50%至60%, 成为美光优先布局的关键领域。 在此背景之下, 记忆体巨头美光科技宣布, 于1月中旬在美国纽约州正式破土动工, 兴建其规划中的巨型晶圆厂。 该专案总投资预计高达1000亿美元, 是纽约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人投资专案。 具体看, 美光这次在纽约州奥农达加县 举行大型工厂的奠基仪式, 届时将与美光高管 以及美国联邦和州政府领导人 共同庆祝这座价值1000亿美元的 美国史上最大半导体制造工厂的开工建设。 美光表示, 经过严格的环境审查与必要的许可审批后, 现已完成基地准备, 即将进入实质施工阶段。 该制造中心将建设多达四座工厂, 致力于打造全球最先进的 记忆体半导体生产基地, 以满足人工智慧等领域日益增长的需求。 据悉, 美光于2022年10月宣布建厂计划时, 原计划于2024年中期开工。 然而, 由于长达2万页的环境评估报告, 工期被推迟了约一年半。 美光科技计划在3月31日前 清除场地内的所有数目, 然后进行铁路支线建设和湿地平整工作。 报道称, 美光计划于2030年投产纽约州首家工厂, 并在三年后开设第二家工厂。 预计到2045年第四家工厂建成时, 员工总数将达到9000人。 该公司执行长Mairocha对此充满信心。 他表示, 随着全球经济迈入人工智慧时代, 先进半导体领域的领先地位将成为创新和经济繁荣的基石。 美地投资和发展将巩固美作为美国唯一一家记忆体制造商的地位。 美光的工厂建设预计将给人工智慧半导体生态系统带来重大变革。 此前, 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 美光科技根据晶片法案获得了55亿美元的税收优惠, 因此决定进行这项投资。 市场研究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数据显示, 在2025年第三季度全球HBM市场中, 美光以21%的营收份额位列第三, 落后于SK海力士57%和三星电子22%。 而在包含HBM在内的整体DRAM市场中, 三家公司份额分别为SK海力士34%, 三星电子33%, 美光26%。 若美光能按计划将其市场份额提升至40%, 则有望超越竞争对手, 预升为全球第一大记忆体公司。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